大家好,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的军舰在台湾蓝羽海域进行对峙 台湾中央社援引台湾军方人士的消息说 美国导弹驱逐舰叫分N号和中国导弹驱逐舰G南号152线 于昨天3月11号几乎同时出现在台湾蓝羽海域 台湾防务部门表示全程掌握且状况正常 强调台军将加速备战 中美军舰在这个地区进行对峙 台湾说一切正常 这很有意思 美第七舰队脸书专页也指出 约翰分号按照国际法于当地时间3月10号 进行台湾海峡的例行过境 那么该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过程 显示出美国致力于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这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 美国军舰第三次通过台湾海峡 文中也提到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 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操作 那分号昨天离开台湾海峡 进入巴士海峡往东航行 那昨天中午出现在台湾蓝羽 南方 纪南号152舰同时出现在附近 你看中国军舰也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 跟这个分号同时出现 我个人认为是这个纪南舰跟随着这个分号 一同到达了蓝羽附近 其实中国的纪南舰应该一直尾随着分号 或者一直互送着分号离开台湾海峡 他指出不知道为何中美军舰会同时出现 尽管台湾中商科医院公告10号到11号将有火炮射击 但应该与这种火炮射击无关 中国和美国的军舰昨天傍晚开始往东航行了 并在傍晚的8点脱离了台军监控 目前这两艘军舰一个分号一个中国的纪南号 去哪里台军没有能力再监测到了 台湾防务部门表示台军运用联合情侦 全程掌控台湾周边海域和空域相关动态 强调状态军属正常 针对美国印太司令提到台湾将面对中国的威胁 台湾防部门邱国正 负责人邱国正也回答 台军的建军备战都有所依据 包括敌情敌方可能行动等 他们都会做出适度的调整 而且也会加快速度 邱国正也补充到台湾人民必须对台军有信心 至于外界提到中国可能在数年内发动军事行动 台湾肯定外界的信息研究 时刻关心台湾安全 但我也期望不要造成民众不安 台军建军有一定作业程序 也会按部就班应处 国台湾新发言人朱凤莲1月27号的记者会表示 关于解放军台湾海峡进行实战性演练 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表达过立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上世纪40年代末 台湾问题因内战产生以来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和决心 一直坚定 从来没有改变 为了有效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行径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选项 那你从这个情况可以看 中国方面面对美国军舰 通过台湾海峡 直接派这个济南舰跟随 甚至直接就像那个篮球赛场 就是人盯人战术 直接盯着你 我觉得这个和之前中国呢 邢平提出的中国要平视世界有关系 大家知道之前中美之间这种美军呢 越过台湾海峡或者美国军舰在中国周边 台海周边活动 中国都是什么呢 要不谴责一下 要不说我全程掌握 不会派军舰直接这么跟随 我觉得现在就不同了 你从这个济南舰 直接出现在这个蓝宇附近 和美舰在同一个地点出现 而且是什么 距离非常近 台湾方面也觉得很奇怪 以前要么出现中国的军舰 要么出现美国的军舰 中美军舰同时出现 这个逻辑只能说明什么 中国一直紧盯着美国这艘军舰 一直尾随着 一直监督着它 而不像以前了 只是说发个新闻稿 我们全程掌握 说中国现在是什么 对台海地区认真起来了 美国军舰在这过一艘 我人盯人跟住 那我觉得这个台海啊 你看去年前年都没有这种情况 今年是个特 我觉得今年2021年非常特殊 中国人盯人美国军舰了 包括大量的这个中国轰炸机 战斗机在台海进行实战的演练 直接在这个作战区域进行演练 什么意思 熟悉战场环境啊 未来台海战争爆发 中国这些之前的轰炸机也好 战斗机也好 歼16歼11歼10也好 这战场环境太熟悉了 经常在这演练 而且台湾军方的战斗机还陪着我一起练 打起仗来呢 轻车熟路 这就是不同啊 你看有时候中国这种演习 还有中国这种军事行动 你得看出 看出门道来啊 不同于以往啊 这就是熟悉战场环境啊 还没开打 但是我战场环境熟悉 为什么要熟悉这个战场环境 那目前熟悉这个环境 为了未来在这作战呢 所以台湾人呢 还有这个 我觉得台湾上还有海外那些啊 海外那些支持 台湾独立那些 你得想明白啊 这大陆解决台湾问题 现在已经动手了 实际上 梧桐已经开始了 还做梦呢 以为大陆军机飞来飞去 哎呀 就吓唬吓唬我们 错了 真正懂军事人 不会这么说 这是什么熟悉战场环境 环境我摸透了以后 一声令下就直接打了 这才是梧桐开始 已经开始了 你包括现在 你这美国军舰 在台湾海峡 这儿晃了 为什么 中国梧桐的时候 美国军舰会在这个地区 进行支援台湾 那我人盯人 你这个军舰 你只要敢开火 我就先把你击沉 人盯人嘛 我鸡南舰就在你后面 你就在我射程范围内 击沉你不很容易吗 所以你看这个情况 其实显现的是台海地区 最近局势升温 还有中国的梧桐已经开始了 中国有了解放台湾的时刻表了 中国的高层已经认定了 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 已经非常渺茫了 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竞争的这种状态下 和平解决 由美国的加入 两岸不可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那又不能不解决 我之前讲过那个逻辑 共产党如果让台湾独立了 或者台湾就从此 孤悬海外 让美国制约中国 那共产党要倒台的 你这个党都 党就是臭大街了 中国人民怎么能支持的 所以未来台湾问题 越来越成为美国手里的牌 共产党唯一解决的 手里唯一解决的办法 就是武力统一 和平统一根本没希望 美国绝对不允许你和平统一 能弹出什么和平协议 那若不能统一台湾 共产党又要倒台 那共产党只能选一条路 听懂没有 只能选那一条路 武统台湾